我们的耳朵常常在不经意间,发出汪汪的耳鸣声,很多人都不会当回事,但你知道耳鸣背后藏着哪些疾病吗?耳鸣形简实烦,原因复杂,耳鸣有时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症状,它可能是常见的耳部和全身疾病的早期信号。 耳鸣的原因有哪些? 其性质可为持续,进行性,单侧或双侧耳鸣,可伴有或不伴听力减退、眩晕等,因此,任何患者当出现听力减退、耳鸣、眩晕、耳臂塞感等症状中的一个或多个时,在鉴别诊断中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种流。 3. 耳色身免疫性疾病及过敏症,现有证据表明许多引起听力障碍的疾病由自身免疫因素或过敏引起。 4. 与免疫有关的耳部疾病有耳锅软骨膜炎、腹发性多软骨炎、骨式硬化症、自身免疫性、烟骨管炎、分泌性中耳炎、耳因化症、胆症瘤、自身免疫性感应、神经性隆、梅尼癌病、突发性隆等。 4.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脑血管疾病,中枢病变包括脑干和听觉皮层的病变,如多发性硬化、肿瘤、血管病变或感染病造类及窝合、上橄榄荷、外侧增树、下丘、内侧西装体和听皮层者均可引起耳鸣。 5. 全身性疾病、冰血、高血压、红细胞增多症、加状腺功能减退或抗近、肾脏疾病等就可为耳鸣的原因。 此外,妇女的月经期、绝经级妊娠亦可出现耳鸣。 6. 噪音、耳毒性药物和老年性耳窝损伤。 噪音损伤包括一次性强噪音接触如爆炸,或长期噪音接触如职业性因素,均可出现耳鸣。 可伴有或不伴有感觉神经性耳聋。 7. 精神因素、精神紧张,尤其是脑力劳动过度,时可出现耳鸣或耳鸣加重。 这可能与精神紧张引起追递动脉症软,从而影响内耳学功有关。 此外,耳鸣的发生与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神经类型有关。 耳鸣对患者有什么危害? 一、心理压力,严重持续性耳鸣常使病人预感到有什么灾难性的病变到来,因而产生一种极为恐惧的感觉,有着极大的心理压力。 二、影响病人的听力,严重的耳鸣常常影响病人对他人言谈的理解能力。 就如我们在嘈杂的环境下听人言谈一样,耳鸣常使人休息不好,产生极繁慢的感觉,以至于头晕,精力不能集中,轻确明感度下降。 三、影响人的精神生活,一旦患有耳鸣,尤其是长期严重耳鸣,常常会使人烦躁不安,影响睡眠,从而使人产生悲观,烦门的心情。 而这种烦门反过来又加重耳鸣症状,恶性循环,是耳鸣病人的精神负担加重,常有思想顾虑,口拒及精神过度紧张等表现,严重影响工作,造成很大的生活和社会压力。 四、九鸣则龙,耳鸣是耳鸣的先兆,是耳组织和听力损害的一种异常的病例表现和症状,长期耳鸣必然导致耳聋,听力下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